转载自百姜号作者,小白谈体育女排式锦赛,正在火热地进行,目前中国女排位置F组第三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女主人公,就是前中国女排最美队长会若其浪,她是里约奥运周期的队长,帮助中国女排战胜欧每个豪巧, 捧得了最后的奥运会冠军,退役之后与男友成婚,进任女排式锦赛特约解说嘉宾,会若其会若其,1991年3月出生于联名大联,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,2006年在女排联赛中被沉重和乡仲,并与同年入选女排集训大名单,开始盯战她的国家队这里。 2011年,她开始作文女排主力位置,帮助中国女排获得亚锦赛冠军与世界杯季军,2012年伦多奥运会无缘四强后,2013年,郎平任选中国女排主教练,她担任为中国女排的第15任队长,带队去在2014年女排式锦赛的亚军。 这个成绩创造了中国女排16年最佳,2016年她带领中国女排,夺得了时隔12年的奥运会金牌。 在这之后,她急流勇退,选择了退役,杨真伯,会若其会若其,她本是千金小姐,但是她依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喜欢的排球。 2018年退役之后的她,与男友杨真伯结婚,执政女排主教练郎平也感到现场的恨,并送上了真切的祝福。 她自己也表示,男友身高只有1.86米,爽朗的性格让人喜欢。 2018年又轮到了女排式锦赛年,这一次会若其也现身了,赛场,但她是以特约解说嘉宾的身份参加,当起解说员的时候也是十分出色。 她跟洪刚搭当解说此次是锦赛,并表示担任解说嘉宾压力比做球员还大。 在球员看来,她的解说是特别棒,幽默而不是分寸,掌握的度非常好,很有语言天赋,专业一针简线,不愧来担任过中国女排队长,七红刚贵若其,她不仅拥有出众的排球技术,她的相貌也是十分的甜美,身高1.92米,被王游亲切的称为最美女排队长。 退役之后,她依然活跃在我们身边,这次女排是锦赛,能够听到她专业的解说也是球迷之幸,未来,希望这位甜美的女孩能够过得更加精彩,你喜欢这样的女排队长会若其吗?